国民健康局 你建议调长燕娟 引起社会诸多讨论 对此立委赖事报特别召开公厅会 邀请政府单位和民间单位同场协商 其中包括财政部 卫生署和董事基金会 接前来讨论燕娟议题 但是我们认为可能对于冲击太大 所以我们提出的建议是表高20云 国中教育程度的人降得比高中教育程度的人多 高中教育程度的人降得又比大学教育程度的人多 确实就如同国际上 以及我们过去做的评估所知道的 它会保护到的就是罪弱事的人 日前卫生署提出国人健康的黄金十年愿景 认为为打男性吸烟率减半的愿景 燕娟的调整是重要政策之一 董事基金会则认为调长烟税 更能够改善现况 而财政部则表示 不管烟捐 烟税涨价 都有可能导致烟品走私更猖獗 反而影响税收 我们现在要走正规的一个路 我们的烟税没有一个先进国家 26年没有调长过烟税 从76年洋烟开放进口到现在 26年没有调长过烟税 中间虽然我们烟捐从250调整到1000 所以看起来 纸烟的消费量是没有减少的 这4年来 因为烟税是没有动的 烟捐有动的 但是整个纸烟的消费量看起来是 是没有动的 国建局指出 98年调长烟捐时 成人吸烟率降为20% 约减少32万人的吸烟人口 而之后下降趋势则明显趋缓 如何有效并且永久的抑制吸烟率 是政府所要去思考的课题 记者王立宜 陈维林 台北报导